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到教育的位置 我经历了 由自己在读书到今时今日 也有机会教学书 不觉得知识少了 知识反而越来越多 要讲话很多 人们读书或学习 那本书是比较厚 加上如果不懂的东西 我们可以Google 或Yahoo 网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资源 知识少了 但我又觉得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又觉得 年轻人也有不少机会 比以前来说多很多机会 大学多很多家 以前只有一两家 要争取到那3-5% 是很难的 我们在年轻人的学习 如果我们可以多加一些 元素 除了学书本上的 或认知上的 详细之外 要加些什么 让我们年轻人 或将来的人类 有很好的基础 去发展一个和谐社会 也好 提升大家的EQ 也好 加一科 加一科 叫Gap Year 是很好的 Gap Year 即是 如果讀完 Form 6 香港的等級 放一年假 才再讀答 那Gap Year 是很好的 那年我们做什么 其实 工作假假的原意 都是这样 只需要一年时间 去看看这个社会 看看这个世界 但是现在 不知道 少少香港人 都比较功利和现实 大家都变成 快点赚到钱的机会 看法或目标不同 我真的要问问 你什么叫Gap Year 我先去探测一下 Gap Year Concept